- 歡迎大家繼續收聽From The Talk - 又是你 - 又是我Katy - 又是Katy - 又跟Katy聊天 - 看到Katy也是吃東西 - 太喜歡吃東西了 - 今天我們試試說食物 - 我們經常研究 - 人們有沒有說吃什麼會令你快樂? - 朱古力 - 朱古力 - 首先是什麼食物令你快樂 - 但我今天另外再新加一個討論 - 就是吃什麼會令你不快樂 - 是不是很特別? - 這個我真的少聽人說 - 大家知道聽人說吧 - 那不要緊 - 我們先來第一個 - 猜猜有什麼食物令你快樂 - 第一個就是乳製品 - 原來是可以補充這個鈣質 - 維護你的神經 - 維護你的神經 - 和你的系統令你健康 - 是 - 這是第一個 - 讓你猜有什麼成分令你快樂 - 我知道 - 香蕉 - 為什麼呢? - 我記得香蕉是否會釋放這個 - 安多酚 - 是不是嗎? - 好像是會 - 而且香蕉是減壓的 - 我記得了 - 竟然真的被你猜到 - 第二個是 - 香蕉 - 香蕉是適合搭配牛奶 - 形成這個血清素 - 或是要加奶 - 對 - 剛才你香蕉加乳製品 - 把一起吃 - 好 - 形成這個血清素得到的營養素 - 下一樣東西就是讓你猜 - 是海鮮來的 - 在日本 - 或是你經常在日本餐廳都會看到的東西 - 我想猜 - 但你有沒有打我 - 哈哈 - 因為笑 - 哈哈 - 很難啊 - 我再猜 - 三文魚 - 不是 - 日本食 - 蠔 - 不是 - 吞拿魚 - 日本 - 戴子 - 通常是一碟照 - 海膽 - 其實很廢話 - 我那個天使是一碟照 - 是不是一碟照的嗎 - 是嗎 - 有似是 - 我以為你有一板 - 不是 - 也錯 - 魚 - 三文魚 - 鰻魚 - 日本 - 臭刀魚 - 有一點冷門 - 對我來說 - 是不是在... - 欸 - 是不是在一碟照的嗎 - 你都說了 - 剛才不是說了 - 我認錯了 - 是嗎 - 我沒有認錯了 - 哈哈 - 我沒有認錯了 - 對了 - 秋刀魚原來是小型的深海魚類 - 是 - 魚類中的CP值比較高 - 如果說是這麼多的之中 - 建議它是煎來吃 - 秋刀魚 - 秋刀魚通常是煎的 - 會蒸的 - 不是秋刀魚 - 是不是送走的 - 七小條的 - 不是一條 - 秋刀魚通常是一隻手掌長一點的尺寸 - 今天好像真的比較少吃 - 很多骨的 - 那我更加不會吃 - 哈哈 - 下一個 - 生果 - 剛才研究過台灣的特產 - 台灣我真的知道 - 花落就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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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清除 - 自有肌 - 坐腎上素分泌 - 提升精神 - 放鬆你的血管 - 舒緩減蠅 - 但我想說花落就是 - 你去台灣一定是 - 一種很特別的食法 - 哪一種食物最好吃 - 你猜是甚麼 - 糖 - 不是 - 是粉 - 是粉 - 是粉 - 不是 - 是粉 - 粉 - 可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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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真是不知道 - 夜市一定會這樣配 - 這個粉 - 黃糖 - 黃糖 - 就是那些 - 金梅粉 - 嘩 - 大佬 - 偏一點 - 甚麼好流行的 - 因為它是有少少 - 味味鹹鹹甜甜的 - 你點那個巴落 - 每個人都會這樣吃 - 嗯 - 沒吃過 - 好 - 我現在告訴你 - 這個真的好吃 - 你可以試一下 - 下次 - 但我不知為何 - 合裝飲品 - 也有番石榴汁 - 那些我不喝的 - 哈哈 - 雖然是有些假的 - 但我從小到大 - 如果喝合裝 - 維他奶 - 蜜瓜豆奶 - 我第三 - 應該我都 - 比較喜歡喝那個番石榴汁 - 我覺得很飲 - 我想說 - 你知道嗎 - 其實我就是因為這個汁 - 我第一次吃這個東西 - 其實就是我去台灣的時候 - 我不知道是同一樣東西 - 當時我不知道包我和我一起吃 - 是 - 之後我就看到很多人吃 - 之後我就吃 - 我覺得是挺好吃的 - 之後才知道原來是小時候喝過包東西 - 但你不喜歡那包東西 - 很臭 - 我覺得 - 我覺得有些食物是你去到差不多一年多 - 都會發覺那東西好吃 - 現在是 - 等於苦瓜 - 苦瓜也是小時候不喜歡吃的 - 苦瓜小時候我不是特別喜歡吃 - 但我不會覺得吃到好吃 - 苦瓜小時候 - 但我是喜歡的 - 是 - 是 - 這是其中一點 - 好 下一個 - 菜 - 給你猜 - 顏色呢 - 深綠色的 - 深綠色的 - 你不要回答我每隻菜都是 - 我知道 - 雖然我心裡說 - 我知道我真的覺得是菠菜 - 你今天很厲害啊 - 我沒有給你看的 - 但你猜中了 - 我也覺得有點漂亮 - 就是說 - 紅肉 - 如果你吃得少紅肉的話 - 其實是吃多些菠菜 - 會幫到你 - 我聽說是鐵質 - 說菠菜炒豬肉的話 - 能夠發揮它的良效 - 應該都是鐵質 - 沒錯 - 下一個 - 下一個 - 沒得猜的 - 因為它是整個系列 - 全殼類 - 全殼類 - 即是Nuts - 吼 - 含碳水化物 - 維他 - 加素B裙 - 嗯 - 這個膳食纖維 - 還可以替代米粵飯來煮食 - 噢 - 不如每天都吃Nuts - 是不是都很值得 - 也有試過 - 也有試過 - 但我覺得其實 - 吃這個果仁 - 一吃就很難看 - 也有 - 也有 - 但你看你的果仁 - 哪一種?有沒有鹽? - 有 - 有鹽 - 也有辦法 - 也有鹽 - 也有一點 - 或者是原味的 - 果仁 - 原味 - 如果你說沒有鹽 - 會比較容易停 - 因為沒有那麼好吃 - 哈哈 - 接著下一個 - 通常是早上吃的 - 嗯 - 焦頭肉 - 麵包? - 我是 - 麥皮 - 上紅而已 - 比較健康一點 - 麥皮? - 不是 - 焦頭肉 - 蛋 - 也很厲害 - 因為蛋是 - 呼含成 - 什麼? - 呼含成 - 含應 - 成 - 什麼? - 等一下 - 呼含 - 形式 - 色 - 喂 - 開始讀不到字了 - 因為我聽不到 - 呼含形式 - 好 - 色安酸所需的蛋白質 - 即是蛋白質 - 即是蛋白質 - 對了 - 哈哈 - 這樣可以讀的嘛 - 大哥 - 接著就營養素充足 - 烹調以水煮 - 蒸會更加好 - 燒蛋 - 蒸和水煮 - 煎都可以的 - 我們不要太多油 - 嗯 - 下一個 - 都是Nuts - 但是這個Nuts - 都不是Nuts - 瓜子類 - 你猜是什麼瓜子 - 蛤 - 瓜子不就是瓜子 - 什麼D - 你 - 瓜子很多種 - 瓜子很多種 - 什麼類型的瓜子 - 我只知道紅色和黑色 - 唉 - 新年全合的 - 蒼鼠吃的那種 - 什麼瓜子 - 啊 - 啊 - 啊 - 還有呢 - OK 我回答你 - 你也在哭氣 - 藍瓜子 - 即是小小粒 - 我應該都猜中黑色 - 黑色 - 黑色 - 最後一樣 - 不是 - 木耳 - 糖水 - 不如你想想黑色 - 我知道 - 黑芝麻 - 沒錯 - 原來有多元的抗氧化營養素 - 建議是跟豆漿配合 - 啊 - 補充鈣質 - 舒緩 - 舒壓解力 - 幫助調節血壓 - 抗發炎 - 和強化老細 - 我喜歡黑芝麻 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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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實以上的資訊 - 其實我都聽得不少 - 但今天我找到一篇文章 - 是 - 有沒有一些是令你不開心的 - 可能是平常吃的 - 可能是平常吃的 - 可能是平常吃的 - 因為呢 - 我們也有很多人有抑鬱 - 沒有抑鬱 - 又抑鬱 - 好像很疼 - 我都覺得很悲傷 - 即是我們很多壓力 - 原來有些食物吃得太多 - 都是不好的 - 嗯 - 你猜第一樣 - 吃得太多的 - 什麼是不好的呢? - 而那樣東西 - 其實你吃得太少 - 會很開心的 - 我覺得是一些 - 精製的食物 - 什麼是精製的 - 例如那些什麼 - 麵包 - 蛋糕 - 那些 - 是 - 錯的 - 錯嗎? - 是啊 - 啊 - 原來過多的糖分 - 會傷害你的身體 - 甚至過多的糖分 - 會導致你的大腦手損 - 令到你記憶力下降 - 但其實我覺得是真的大了 - 你就開始很多 - 而且你聽到很多身邊的朋友 - 都開始說什麼減糖或解糖 - 是 - 其實好像糖是真的不吃 - 其實是沒有什麼很大的 - 不好的 - 糖是 - 我想都是一時間的 - 寬鬱 - 不是 吃東西是寬鬱 - 但我想問一下 - 你說的糖是真的甜的糖 - 甜的糖 - 因為有些是說什麼 - 代糖 - 譬如你的飯 - 麵 - 你那些都是糖 - 但你不是那個糖 - 你明白嗎? - 明白 - 甜點的糖 - 哦 - 精製糖 - 精製糖 - 你可以這樣說 - 總之它的 - 就是說如果你吃太多糖 - 會導致這個二島素失衡 - 嗯 - 所以呢如果你想放鬆 - 真是想去吃甜品 - 的話就真的不會吃太多 - 嗯 - 另外這個我也有點害怕 - 下一個 - 因為飲品 - 糟嗎? - 不是啊 - 你猜都猜不到 - 嗯 - 你猜都猜不到 - 我也猜不到 - 搞到我現在有點害怕 - 茶 - 咖啡 - 他說每天喝咖啡 - 我每天都要喝咖啡 - 我每天都是 - 咖啡雖然是可以提升提神的作用 - 亦可以幫助到分泌腦內的多巴胺 - 令人快樂 - 但如果我們是過分依靠的話 - 其實會提升我們的焦慮和恐慌 - 有沒有試過有些人喝到手震 - 手震嘛 - 因為會影響到睡眠質素 - 嗯 - 所以因為影響到睡眠質素 - 繼而會有惡性循環 - 嗯 - 如果是依賴的話 - 都會令人比較憂鬱 - 不是抑鬱 - 但這個我不知道 - 我也喝了很多咖啡 - 那你一天有多少 - 還有我最多三杯 - 我和你差不多 - 現在我盡量喝一杯 - 我和你差不多 - 我現在通常上班就喝兩杯 - 是 - 但到很累的時候也會喝三杯 - 但其實我本身平時跟自己說過了一時就不再喝 - 但好像真的很頑困 - 我就照樣喝 - 是 - 但我又未去到會覺得 - 抑鬱 - 應該是不要太晚喝 - 但如果我周末的時間 - 你不是說很累嗎 - 但可能你出去咖啡廳 - 你三四點才喝 - 你晚上真的會睡得好 - 三四點才喝 - 三四點才喝 - 是的 - 那就真的會影響到晚上睡不到 - 是的 - 第三個了 - 我們有四個了 - 第三個 - 又是你平時 - 歡愉的時候 - 想開心的時候會吃 - 高什麼的 - 高油 - 炸東西 - 估計 - 估計 - 還差一半 - 高油 - 還有呢 - 脂肪 - 不是脂肪 - 油 - 然後 - 鹽 - 原來我們平時吃薯片 - 薯片 - 薯片 - 或薯條 - 吃得多 - 原來這些食物 - 太過高油 - 高鹽 - 雖然會令你快樂 - 但原來它不是很容易消化 - 長時間在胃裏面 - 會令你經常覺得很睏 - 嗯 - 然後你的血液就開始慢慢變差 - 代謝變慢了就會容易疲倦 - 所以呢 - 其實是 - 還是不要吃太多了 - 你們這樣吃 - 幸好你才介意我還好 - 最後一個呢 - 我才有一些老包 - 這是我今年介紹的 - 飲品來的 - 我今年介紹了一種飲品 - 而這一種飲品 - 給你提示 - 我的酒 - 近牌關 - 近牌關 - 薑圖士 - 近牌關 - 氣水 - 的什麼氣水 - 噢 - 呃 - Zero - 原來 - 無糖的可樂 - 都是其中一個會令你憂鬱的東西 - 因為常常人都以為沒有糖會比較瘦 - 會比較健康 - 但實際上 - 無糖的氣水 - 是憂鬱症的風險 - 比有糖的高久的 - 本身氣水已經是了 - 本身更衰 - 對 - 剛才我們說糖甜品 - 我們喝Zero都為了欺騙自己 - 是吧 - 覺得自己沒有喝那麼甜 - 嚇得瘦 - 是吧 - 但原來喝也是沒有的 - 但原來喝也是沒有的 - 那我今年年後都給了一個TAS 自己 - 一月一月開始就沒有喝 - 到現在我沒有喝過Zero - 所以今天四月 - 我真的沒有喝過 - 噢 - 我就盡量都試一下 - 我兩樣東西比較喜歡喝 - 一是Zero - 二是Splarkling Water - 或者是梳打水 - 沒味的 - 沒味的 - 即是我喜歡有些氣的樣子 - 但是 - 我真的老爆 - 我沒想過無糖可能會令你不開心 - 這個我也沒想過 - 是的 - 因為其實無糖也好 - 有時候有機會 - 有些是白色瓶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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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另外一個是代糖的 - 甚麼是有膳食纖維 - 是的 - 都是廣告你 - 只是廣告你而已 - 哈哈 - 但這些無糖或代糖的東西 - 其實會影響血清素的濃度 - 所以才會導致你抑鬱的問題 - 我反而有聽過 - 你說不吃太多代糖 - 為什麼不好呢 - 因為你吃了代糖 - 其實你的身體 - 可能你的身體是想吃糖 - 但你不是吃了代糖 - 其實好像是騙了它 - 但吃它是不被滿足的 - 所以你會更加想吃糖 - 我有聽過這件事 - 所以大家 - 食物這家東西 - 雖然會令你開心 - 但不要太過依賴 - 所以你知不知道 - 外國不是有很多食播嗎 - 喔 - 很多都是很嚴重的自殺 - 因為自己為了流量 - 吃了很多食物 - 會令人瘋了 - 所以有時吃太多也不值得 - 但我常常看那些 - 我都看得覺得很舒服 - 他們吃到什麼樣子 - 所以我們小心一點 - 不要吃太多了 - 那你下次在你的頻道 - 介紹別人吃東西 - 也要留意一下 - 剛才我們今天所說的事情 - 介紹的事情 - 介紹的事情 - 好 結束了 - 我們今天先說到這裡 - 下次再說另一題 - 好的 - 下次見 - 拜拜